10月31日是万圣节前夕,也是万圣节最热闹的时候,但是孩子们还是要照常生幼儿园的,于是下午休节节就去接布布回家,并晒了两张照片,幽默地说道,万圣节来接小公主回家,没有南瓜马车来接,只能用我的双帝人力运送了,还得到一个吻了。 休节节这阵子一直在忙忙忙,经常早出晚归,布布和波游都在睡觉,所以经常是零互动,有时候出差在外,因为太想念,甚至只能看见妹俩的日常照片,理解相思之情。 这次男的还能有时间接布布放学,布布穿着牛仔衫很是洋气,和一门静的女儿,林志颖的双胞胎儿子,都是同一个幼儿园上学。 是不是一个班级的就不知道了,想必这个幼儿园,接收过很多新二代学生呀。 真羡慕幼儿园里的老师们,不少网友认为刘海挡住了布布的灵气,于是布布的刘海被夹得高高的,而且还扎了个马尾辫。 干净利落,布布搂着爸爸的脖子,贴着爸爸的脸颊,看着镜头,害羞的民嘴微笑,能出生在这样有爱又富裕的家庭里。 布布很幸运,能成为布布的父母,修杰杰和贾静雯也一定感到很幸福,来接女儿抱学的爸爸还收获了布布小公主的相问一个,这画面实在是太暖,太有爱了,果然女儿都是爸爸的小年啊, 真想偷布布来玩几天,昨天修杰杰勤子下厨,做了许多好菜,给家人做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,相信布布也吃得很欢乐,哇,今天,又可以大饱口服了。 昨天贾静雯还提到自己的外公去世,所以不知道今天的万圣节前夜,The Cosplay还会不会如期的举行,就算没有也没关系,因为早在前几天,姐妹俩都已经玩得不利了。 布布先是穿着一件蓝色公主裙,有种爱杀公主的感觉,布布公主应该淑女一点才对啊。 后来布布又换了一套Hello Kitty的服装,依然还是走可爱疯,因为长大了的布布自主意识越来越强,拒绝伴丑,不然就大哭,连妈妈想穿得搞怪,一点都不允许。 波牛子穿着白雪公主的裙子,表情十分呆萌,这期刘海换成之前的空气刘海一定会更漂亮。 波牛还穿了一件青涩的连衣裙,但是怎么看都觉得像葫芦娃是怎么肥似,总之姐妹俩都已经过了一把瘾就对了。 当时贾进门就在发愁万圣节前夜穿什么,所以相信他是有准备的,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夫妻俩在晒一波姐妹俩的懵叫哦。 感谢观看